Hello Hello 今天又是我們剛剛看了這個由一條副製作的《頭炮》的其中一個節目 今天我們就是剛剛演出了一個讀劇 我叫William 阿陳偉音 大家好 我是Kingston 我們聽過今晚的就是一個叫做英國紀錄劇場的關於紀錄劇場的經關作 旋讀 是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五個演員先後讀了三個英國紀錄劇場的劇本 分別就是Robin Solis 的《Talking to Terrace》 接著有William Slow Foam 的《The Wilds》 以及《Alecic Brine》的《Little Raffer Lotion》 那或者可以Kingston說一說你的感覺 聽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其實《一條副製作》 他給了一個好的平台 給一些可能不是太認識紀錄劇場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的觀眾 去初步了解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正如剛才William所說的 這個經典作品選讀這個活動 其實是整個紀錄劇場節的一個頭炮活動 所以他就放在昨日和今日去進行這個活動 主要就是介紹美國紀錄劇場的發展 即是昨日呢 是的 還有今天我們就看了幾個作品 就是英國紀錄劇場的發展 那很好啦 這個《一條副製作》他們的藝術總監 和海輝先生呢 其實他就在那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順了當地的那個劇場發展的一些狀況 和一些特色 然後呢 就會請一些演員去選讀某些作品裡面的一些節錄的部分 就讓大家有一種對於這些兩個地區的不同的作品 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知道大概是什麼事情 我也覺得是一個挺好的任務 好 那我再說一說關於那幾個戲 剛巧我也有第一部劇本 我都有劇本 我都有劇本 因為他今天讀的第一部是Robin Sorens的《Talking to Tourist》 與恐怖分子對話 是的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Rubatum Theater》的引錄劇場 是其中一個經典的作品 那他就訪問了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恐怖分子 那他們去講回他們的一些經歷 那剛才由於時間關係 他們就沒有讀整個劇本的東西 那其實這兩版他們都是用一個選段的方式 那他們只是解了其中一段 就是關於一個是 潛乎江達的 反政府軍 是的 一個叫做少聯兵 一個少年的女生 即是怎樣尼家出酒 然後就去加入了一個 反政府部隊的一個經歷 那原劇本呢 其實他們的角色就是 中間有幾個角色在穿插的 就是幾個恐怖分子的獨白 這樣在穿插 但剛才讀書就將它全部抽出來 變成了一個角色的長的讀白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到 它究竟在選材上 究竟Roblin的編劇是怎樣去選材 但這件事我們覺得 其實它錯過了一點 就是它未必真的可以 taste 其實剛才那個劇本的 structure 因為剛才的 structure 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的角色之間的專插 不過這件事就去到第二個劇本 它就嘗試再做出來 在拍攝的時候 它也是去做到 應該這樣說 這件事後面都有做到的 就是當它說愛爾蘭的恐怖分子 和另外一個受害者之間的對話 它也做出來 這件事都可以讓我們知道 其實那個劇本 或者那個編劇是怎樣去處理 這些所謂引錄的物本 那些的對白 一些資料上的剪裁 其實是會見到那個心思 正如剛剛William所說的 我記得剛才在讀的時候 胡亨輝先生也有去說到 其實這個愚恐怖分子對話 Talking to the Terrorism 這個劇本的一些特色 就是把一些不可能 可以同台放在一起的人物 就是把他們放在一起 其實這個做法 就是把一些 他們本身是不同的人做的 一些訪問的片段 然後就好像電影剪接 但就在台上 又和演員去飾演這些角色 在同時把某些說話 可能是有呼應 又互相相關的 然後就把它們去穿插在一起 其實這個你都會見到 在這個紀錄劇場裡面 其實運用了某些 好像電影剪接 或者一些紀錄片的形式 的方法 去將一些資料去 去拼合在一起 是一種 挺不易的情形的方法 另外 剛才說過的第二個劇本 The Riot 暴動 就更加可以見到 這個剪接的技巧狀況 整個的戲 其實它主要是 由整個暴動的起因 現場的狀況 人們如何去複述 人們覺得 這件事件 究竟會帶來什麼的教訓 導致社會有什麼後果 其實很有系統 很條理地 去鋪層出來 這個做法 跟剛才說 TALKING TO THE TERRORIS 又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今天選了的 三個劇本 其實第二個劇本 The Rise 和第三個劇本 其實它們都是 最焦在 2011年8月的 一個倫敦暴動的一件事 當然英國暴動 就是倫敦的一個事件 然後引致到 英國在不同城市 都有大規模的暴動行為 有趣的是 很有心思 一條副制作 就是找了兩個同樣 都在就著同一件事件 然後引發出來的 兩個不同的劇本 The Rise 基本上就是 透過不同的一些文本 一些記錄的文本 除了訪問之外 也有一些可能是 法庭上的文件 或者是不同人的一些記錄 然後它再把它變成了 一個展賽 變成了一個演出 但是 The Rise of The Rise Eleke Braille 基本上就是 他當時身處在倫敦 其實在Totting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現場的 報告現場 他即時 當時他已經是 用一個錄音機 錄下了當時的聲音 但是 剛才讀劇 就沒有做過這些東西 就沒有播放原本的聲音 因為我之前也沒看過電影 但在電影拍攝時我也看過一些預告 播出那些聲音 那是很震撼的 當你聽到那些是真的暴動的聲音 和他們每一個人的驚恐 其實是很震撼的 當然剛才不同的演員也嘗試做到暴動的聲音 亦都相當有趣 我們可以感受到 因為今天其中一個字眼都在說 記錄劇場其中有一類型叫做 我在香港通常叫做引錄劇場 就是它會用回原本的字 用回原本的受訪者的句子 它不會做出大規模的改動 最多是剪裁的 這樣去做 所以今天也有趣地看到同一部電影 用一個不同的記錄劇場的手法 再呈現 那幾個演員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亦都相對地很清楚 其實這兩晚 我們都見到那五個演奏員 他都用了不同的方法 令我們雖然只有五個人去鼓彈 去讀劇 但其實都很不同的角色的一些性格 或者一些感覺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都挺有趣的 就是在香港我們通常見到的 一些劇場的作品 我們通常都是會在時後 然後做一些訪問 所以通常都是一些經過收息 或者是在這件事結束之後 再去得不出來的一些訪問的片段 剛才第三個作品 《微笑的革命》 其實他用的方法 在香港真的比較少的作品 是會看到的 就是真的會有一段戲 重現現場的狀況 例如是居民大會 或者是中產教的茶會狀況 你會看到一些不同的人物 其實他們在這裏 可能會有一些爭執 會不會都會完整 完整 原則完美地呈現出來 剛才你剛剛也提及過 今晚也讀了三個 和英國的劇場的文本 無論是昨晚讀美國也好 和今晚和英國也好 其實主辦單位也很有心地 去加了一些背景資料 因為始終我們說到一些事件 對於我們是香港人 可能未必是很熟悉這件事 所以他們也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讓我們知道更多的 例如今晚 就用了BBC的一些新聞片 讓我們可以了解2011年的時候 倫敦這件事的一些狀況 還有都是 例如剛才說的茶會 也選了阿歷斯基里的 其實那個是另一個作品 都是Rubatum Theatre 那個叫做London Road 在電影版裏面的一個段落 都是講茶會的 播放出來給我們看 讓我們知道 原來英國的茶會 其實是甚麼一件事 是英國的作謀 對 那些都是幫助我們 作為遙遠的我們 去了解一下 其實當地的事情 或者當地的文化 而昨天我們看《同志典聯約殺》事件的讀戲的時候 胡凱輝老師他也有去播放電影版 去做一個比較的 看看如果同樣是紀錄的作品 究竟田藥會有甚麼分別的呢 這個也是挺有趣的一個類似 好 那由於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也先說到這裏 其實這裏劇場節 接下來這個週末 這個是幾何 這個週末 大概是4日 29、31 會在這個學院會有研討會 然後到到八月頭三個星期 還會有新劇的展演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 好 那希望大家繼續留意香港劇團的發展 好 多謝大家 Bye Bye Bye